有个国际的最新消息 带您关注 非洲国家苏丹 南苏丹主权争议未解 边界爆发严重冲突 造成了54人死亡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 武装分子袭击主权争议地区阿贝地区 造成54人丧命 其中还包含妇女孩童 甚至还有联合国派驻当地的维和人员 以及有64人在过程当中受伤 我们带您关注这是在2011年 南苏丹独立之后跟苏丹之间冲突不断 石油资源丰富的阿贝地区就经常爆发流血冲突 2023年年底才因为双方冲突造成32人死亡 如今冲突再度造成多人死伤的状况 而当地已经宣布实施宵禁 局势不稳定 也引起国际上非常高度的关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